我真的難過三天 而且我那三天有曾經想跳樓耶 蛤 真的啦 小賴一日飯局最新一集 請到國際美人中明軒 兩人邊吃邊聊 緊還問到這個緊急話題 因為你近期 就是被罵就是鬼滅這件事情 而且我們在一起好像是戴這個帽子 對 因為我今天一直想說 來跟你好好聊這件事情 但我們今天就是公平公正的聊這件事情 沒有任何的偏頗 有很多人想問這題 但基本上我都不想回答 我是給喜歡的人我才回答 啊 講真的 我在那部影片呢 我已經想好說我要怎麼講了 喔 你已經有死好了 欸 哈囉 影片是我剪的 然後每一個字句 每一個畫面我都會Track過 你們看的東西都已經是我看過的 所以我會玩一點文字的遊戲 譬如說我那個在影片裡面 很多人說我為什麼要攻擊人家倒閉這件事情 可是我講的是祝福倒閉 所以我特別講祝福這兩個字 但他的確還是被攻擊 但是他如果要在法律上面 對我做出什麼事情的話 其實是做不到的 因為你的文法是祝福 對我沒有用很攻擊性的字眼 喔 我那時候是這樣想的 但沒有想到其實網路上 又是另外一個法官人設的世界 在私底下 他要這樣對我 是可能做不出一些實際的行為 但在網路上 這件事事發之後 有很多網紅在網路上面有 衝擊我啊 我剛剛想問這題 然後講他們的立場 但有一些網紅其實之前 是有表明說喜歡我的 甚至是說 不是你的粉絲 對呀就跟我前面講 就是你遇到事情就把你踩到 因為其實 當時如果順著踩你的話 他們會被自己贏 一定會被你贏 因為在那個時期只要踩我 你就贏 對 對 你都全部人家不OK 很棒 你只要PO文 然後那個文法OK 然後你只要攻擊到我 因為你講 你正直正確的 對 他會覺得有說 萬好 然後這個約會可以支持 但你後來有脆心嗎 有啊 有讓你很意外的人嗎 我真的難過三天 而且我那三天 有曾經想跳樓耶 蛤 真的啦 因為我住16樓 但是 因為16樓下面5樓是游泳池 我怕會掉到水池 沒有 因為我當時覺得 可能因為這件事情 你可能很常講錯什麼 會被罵 然後這次也可能是其中一個 我以為你沒有這麼受挫耶 但因為這件事情 呃 怎麼講 被罵得太兇了 甚至是走在路上的那個眼光 都很明確 因為 怎麼講 因為這件事情呢 牽扯到的TA 太廣大 動漫迷 真的很多動漫迷 然後又是群男 不需要這種的 很漂亮的人 哈哈哈 所以真的是 那一陣子網路上被攻擊 那麼慘 然後 走在路上那些眼光 看得出來就是 哦 他沒有follow到這件事情 嗯 對 天啊 所以你那時候想要跳樓 那後來怎麼 壓抑自己的 不行啊 因為我知道 我還有專輯要發 哈哈哈 那你專輯本來就 設定是醫院要發嗎 還是有因為這件事情而言口 有啊 哈哈哈 哈哈哈 有follow的觀眾會知道 我在 嗯 我的個性就是 我遇到什麼樣不好用的產品 譬如說 我用到了 嗯 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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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家的粉餅不好用 我就會分享 那不好用的粉底就分享 那其實這件事情呢 也是在這個模式下 我遇到 我認為不好的廠商 我就分享 只是說 那部影片編這麼多人看 大家會用 法官的人聲 一直去講這件事情 但我之前去攻擊那些 產品 他們會先一笑啊 我會說 你為什麼要罵我的愛牌 不會 嗯 但因為我那一支影片 其實也是 烤杯廠商的刑事 我的觀眾catch到 但是 涉略到TA是動漫力 對 他們就是一個 覺得你攻擊到他們的領域了 再加上 我在那部影片裡面 我有把我原本要配的 那個角色的名字 沒關係 現在已經新了一年了 要說不出房 哈哈哈 完全平衡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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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